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间中央厨房 他可以说是两岸餐饮业者的后勤总部 团队总经理詹金河曾经是在美国矽谷奋斗的工程师 二十多年前返台继承家传的排骨店 接班不久就碰上了口提议 还得跟便利商店来竞争平价便当 这经营一度惨淡 于是他发挥所学 研发科技央厨转型走向代工之路 还扩敞到大陆自创品牌 要来抢攻全球条理包市场 香烫烫的排骨油光闪闪肉感十足 这是台湾便当界的精点主角 排骨很香 古早味 就是听说这个很好吃 排骨一个 从火吃站到便利商店 排骨便当成为台湾到地数名美食 同样是做排骨生意 庞大市场需求中却有餐饮团队另聘正常 用新的经营模式在老产业开拓出全新蓝海 每一个楼层都会有一个专卡 全部装进厂房 消毒手续一关又一关 这里是两岸餐饮界最有实力的中央厨房 像我们这个标准已经是算是在0.1 我们要求更严 因为我们不希望客人知道的排骨是 有 含油太高 总经理詹金河的严谨个性 从选一块肋排开始展现 代工厂正在做的是帮餐厅业者 处理好炸排骨的前置作业 切割厚度 排骨尺寸精准到 小数点都规定的一清二楚 我有物理的背景 我有电的背景 所以当我在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 工程师的一个特性会出来 一 二 三 一个step step 它的标准在哪里 你就会很想把它全部数字化 标准化 凡是SOP标准化 因为詹金河二十多年前 是美国矽骨工程师 当年家族经营的知名排骨店 没人接班 家人向詹金河求援 他硬着头皮回台 展开人生最艰难的一场 肉搏占 很下心来就全家就搬回来了 那就没有后路了嘛 所以回来就进入食品厂 进入食品厂一看 差一针大 那时候有点挣扎 想回电子业 不过还是想一想已经回来了 那就尝试看看 就这样逃小楼 当年回台湾 詹金河改造旧工厂 一切打掉重裂 就像作学问走进实验室 他开始想用机器 取代人工 于是杂大前到日本定做光学机器 要测量排骨大小 没想到新机器根本没办法处理 带骨肉排 缴了千万学费 又重新回到原点 我们人在敲的时候 这一块是比较完整 我力量可以大一点 敲到这边的时候 我力量是要小 不然的话这一块很容易就断裂掉 那断裂掉 因为我们会去调味 调味一拉扯 这一块排骨就破掉了 漫漫从失败中摸索学习 詹金河好不容易上轨道 连锁店面一度开到离岛 事业却接连遇到冲击 先是口提液来袭 接着又面临便利商店 平价便当兴起工厂一度停摆 口提液的时候电视一直在播猪生病 吃排骨人就完全不吃 所以我们那个企业那时候是 蛮大一个危机在那边 也因为这一点让我想到 一个企业这样危险 我们必须有风险管理 所以我们开始有做转行的一个动作 于是湛金河开始把自家的央厨 转型成餐饮业的代工厨房 化为机为转机关键就是靠这锅牛肉汤 让它一战成名 台湾两大KTV龙头最热卖的牛肉面 全都来自这里 因为这个厨房帮KTV业者 省下五成人事和制成成本 因为现在店面的租金越来越贵 你不可能租一个店面 假设租一个100坪的店面 你留了30坪去做厨房 那你的生产下来 效果你有30%是浪费掉了 你只有70%用在店面的面积 独家技术也是张金河自己慢慢研发 光是一道牛肉汤有50道工序 从牛油比例到肉块蒸煮时间 统统交给电脑控制 汤头封装完成 立刻送入冷水池降温 接着急速冷冻 一天能生产2万包 30度C瞬间下降到零下18度C 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 所有配方数据化 让张金河的科技央厨建立出1000多种食谱 能快速客制化各种菜色 研发新菜测试口感累积出心得 张金河也带着团队里的餐饮人才 走向自创品牌之路 张金河的品牌从年菜开始研发 就像这道中餐厅很常见的公保鸡丁 要让调理包跟现场的口感相同 就得把烤花生炒辣椒炸肉块 以及拆解分批料理 肉块的话我们再另外加工 用酥香的抢味道 那三个再组合自己的 在一起的话才有办法 形成一个跟餐厅接近90%味道的调理包 今天要生产的公保鸡丁 看转两岸人力成本上涨 餐饮业走向代工的新趋势 张金河的央厨扩厂到昆山 不只做台商生意 也和大陆与有者合作 大陆所需要的资源 其实我们台湾可以马上过去 你一定要针对区域性去调整 你不可能说台湾整体的配方过去 一层不变那是不可能 华北跟华南跟华东 口味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基本概念过去 有台湾在那边做调整 2017年张金河的团队 目标创造5亿台币营收 一路从门外汉到两岸餐饮界的代工王 他依旧像个工程师 努力打造出自己的成功方程式 要继续勇闯全球市场